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算出來 就是當然我們一樣把那個範例部分打開來 這個我們的樂透彩這一題 那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它基本上分成總共會有這個三個工作表 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是統計分析 那這個是101、102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知道一下這個101年的機率 就是1號開出來的機率是多少的話 那102年開出來的機率是多少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該怎麼算 第一個我們可以算幾次好了 比如說在101年這個全部的資料 全部包含就是一次六七個號碼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這個範圍裡面的到底整個範圍 所以第一個你可能會考慮到 我們可以用什麼 這個地方假設算次數的話 那你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用什麼 我們之前用過的 在統計類裡面的話 有個叫countif 如果算次數的話 其實第一個你直覺就要想到countif 可是countif它跟你要兩個資料 第一個是你要找的範圍在哪裡 第一個range 第二個是你要找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1號 所以其實剛好1號號碼在這裡 所以你就點這邊就好了 那範圍的話 之前就點什麼 101年的這個範圍 以前的選舉方法是向右選 一般習慣是選7個之後 再ctrl去的向下 其實就整個範圍 有沒有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二到追的100 可是我講過 如果像這種大的範圍 比較建議怎麼樣 跟之前黑名單類似 先把它定義名稱 再用F3引用進來 會比較OK 所以我們先取笑一下 也就是說101年跟102年 其實基本上它的範圍都是7個號碼 所以第一到追的 其他資料其實基本上用不到 那首先的話 我們把101年 這邊把它選起來 選的方法 1.橫向先選7欄 2.Ctrl去的向下 3.給它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比如說101 你可以用 不過特別注意喔 第一名稱 它有個規則 就是名稱不能是數字開頭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前面加英文 加中文都沒關係 但是你就是不能數字 不然的話你101有沒有 Enter 它會出現說什麼 你必須前往有效 它有效的名稱 意思是它不能用數字 那我們就因為這樣關係 我們把它什麼 乾脆前面加兩個字好了 叫開獎 或者你加個ABCD也可以 開獎101 這個範圍就開獎101 然後把它這個 Enter 這個範圍就是開獎101 那一樣 這個102年 一樣橫向旋起 然後Ctrl去的向下 再到這邊名稱的話 定義一下 這個叫做開獎102 Enter 那我們就可以來做什麼 統計分析了 這個地方 剛剛最近使用過的 Conv 範圍的話就是F3 把開獎101調過來 條件的話就是1的話 如果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出現1號的有幾次 按確定 17次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不是要幾次 我們是要機率 所以機率的話就是怎麼樣 這個1號出現17次 第二個的話那這整個總共有幾個號碼 那當然喔 一次7個嘛 Ctrl向下 100-1 99 所以應該是 7乘上99 就是693個 可是問題喔 我們這統計的話應該是什麼 除以693個 除以693個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用這樣自己算的話 那每一次都要自己算 不對 我們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除以什麼 後面的話呢 你就用 算裡面有幾個的話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再學會第二個函數 就是count count count的話呢 就是算那個範圍 if3 算哪個範圍 開箱101 裡面呢 有幾個數字的 有幾個號碼的意思 所以喔 你幫我count的話 你幫我算一下喔 裡面到底有幾個 所以如果說啦 假如我用count的話 打個勾啦 你會發現就693 裡面的話 那我就把剛剛的公式喔 再加進來 就是說呢 我的次數 1號的次數 除以全部的數量的話 那你打個勾 就是這樣的 機率 機率的話就0.0245 然後一堆有沒有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喔 最後一個格式部分 我希望讓它顯示出來 長得像這樣子 1萬次裡面喔 出現245次 有沒有 這個有個分數喔 如果我最後希望格式變這樣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什麼 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喔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分數 有沒有 幾分之幾嘛 OK喔 那可是問題喔 裡面只有以100為分母 沒有以1萬為分母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先選以100為分母之後 制定一下 100 你可以自己補兩個0 有沒有 以後如果你那些 假設有個 我前面講過 如果那個格式喔 不能滿足你要的需求 沒關係你可以制定 再修改就可以 以100那種 可是要1萬 就加兩個0就好了 OK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出現 1萬次裡面出現 245次 向下填滿 就OK了 而且喔 你會發現喔 如果用定義名稱有個好處 就是你不用去管說 要不要加這個錢的符號 有沒有 因為其實這樣範圍都固定的 OK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102年怎麼算 其實如果你用定義名稱有個好處 就是你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複製 貼過來之後喔 只要把101有沒有 改成102 改成102 解就OK了 為什麼因為他用名稱嘛 那名稱的話呢 只有差一個字 出來了 那這個格式怎麼過來 很簡單嘛 你把這個格式 這邊有一個刷子有沒有 點一下 複製這個格式 刷到這邊來 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合計的話 就是把它兩次加在一起 等於什麼 這一次的機率 加上這一次的機率 打個勾就算出來 而且格式會自動代怪 如果沒代怪 你再把它複製過來 最後排名的話 就是插入 用那個什麼 也是統計裡面 有個叫rank.eq的 統計類裡面的rank.eq 那我們就可以什麼 一樣 告訴他幾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 他的合計結果在這裡 就是number 第二個的話呢 在整個範圍 哪個範圍 合計範圍 所以其實你知道 點這邊一下 Ctrl-Cube向下 OK 不過可能這個範圍 將來你向下填滿會變動 所以這邊建議 在2跟這個43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號 否則你向下填滿 他的那個名次會跑掉 OK 不過你們也可以想 那如果我 將來這個範圍 我可不可以定義名稱 可以啊 所以哦 如果假如你rank.eq 你想要 就是不用鎖的話 很簡單嘛 把這個名稱 先Ctrl-C 然後把這個 Ctrl-Cube向下 就是意思說 這個範圍 第2到最下面 叫做什麼 叫做合計就好了 Enter 你rank.eq的話 就是一樣嘛 最近使用過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他的資料 這個的話呢 就F3 合計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也OK 甚至跟各位講一下哦 這個Number有沒有 其實哦 你也可以把它當合計 那可能你會想說 老師為什麼 這個合計 按確定 我們看一下 向下填滿 結果也會OK哦 那你想說 那老師不對啊 這個 合計不是指整個範圍嗎 跟各位講一下哦 整個範圍的話哦 如果像是REF 你們看到這個參數哦 假設說他是要全部的話 他就全部抓 但是如果說像Lumber 他只要一個的話哦 他就會自己抓到 跟他同一類 同一列的那個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也就Lumber 他只會抓哪一個 抓跟他同一列 等於意思是說 指的是這一列的 那就抓到這一個哦 OK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 也可以怎麼樣 用定義名稱啦 OK 那就會讓那個公式 變得更精簡 有沒有發現向下填滿 那你看到的那個公式哦 就會是rank.eq 然後呢裡面就合計 合計 這樣感覺好像又更精簡 好那我們就完成第一步哦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請你先把這個101跟102 這個範圍嘛 選7個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把它這個名稱 這個叫開獎101 這個叫開獎102 然後呢 這邊是1萬次出現幾次 那我們用CountIf加Count Count這個意思哦 只要給他範圍就可以了 那做出來之後呢 再利用右鍵儲存的格式 先在分數裡面找到100 100為分母的 把它修改 這邊加兩個0 做完之後的話 再做102 然後兩個相加 這一次加這一次 然後最後用合計 RAG.eq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呢 再 prova給各位 一下哦 iq